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上集我们说了有关周秀臣早年留美读书 以及在中国工作时期的事迹 今集我们就说一下他回到香港发展的故事 开放初期香港银行以外资银行为主 香港华资银行各有原因未能跟外资银行匹敌 有鉴于香港华资银行和钱庄的良有不齐 大约在1918年前后 周秀臣和一众华人领袖 简东袍、李冠春、李志芳等华人商业精英 在1918年11月14日一起成立了东亚银行 东亚银行的原子是中环大马路门牌第二号 他们由置地手中扣入了德富道中10号地皮 兴建了东亚银行的中部 而东亚银行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众外资银行之外 最有实力的华资银行 除了银行业之外 周秀臣还和上面提及合伙人 以及一些朋友 包括印度富商贝利罗斯的遗族执行人入面 买入了港岛半山罗边神道的一幅贵价地皮 同时又再向执行人 扣入了坚尼地城零一幅 更大的地皮 地皮中有一部分是斜坡 几个华人精英于是就在那个地方建住宅 这后来就成为了坚尼地台 在20世纪20年代 港英政府希望发展市中心以外的 外围和郊区 于是周秀臣等人就在1922年 向港英政府提出在偏远的 南港岛黄竹坑区发展度假必水 最终在1924年4月 以周秀臣为首的二十多个合伙人 以162231港元 扣入了黄竹坑浅水湾第245段 共51.55畝土地 当他们在发展黄竹坑度假必水期间 周秀臣提出想要在这个地方 起传统的祖辞和妙语 用来纪念他自己的祖先的时候 港府都一日运去了 去到1937年 周秀臣退任了议政局和定例两局之时 英国皇室特别批准周秀臣 终生保存名号The Honourable 这个称号 同时将他重售居所在的删链 命名为寿神室 而这种待遇在香港开放以来 都从未出现过 可见社会地位非常之高 太平紳士Jutsis of Peace 是一种由政府委任民间人士 担任维持社区安宁 防止非法刑罚和处理一些 比较简单的法律程序的跡限 多半存在于适用普通法系的国家和地区 香港的太平紳士制度可以追溯到1843年 早期香港的太平紳士全部属于英国洋人 去到1978年12月14日 五庭坊获得港督圆尼斯委任 成为首名的华裔太平紳士 自此之后不少华商 陆陆续续受被委任做太平紳士 在早期的华人社会里面 任职得太平紳士的都是一些社会言达 利位和姓王都非常崇高 一般都是有钱又有面的 按照早期港英政府的规定 太平紳士的工作 除了要巡视监房、积留所和医院之外 还兼有了司法类似的司法职责 周秀臣绝对不是第一个华人紳士 但他做的太平紳士之后 就马上成为了周申士 亦是广东话的周申士 这个叫法其实不太礼貌 但周秀臣经常用这个笑话 来优优自己的一脈 他更加在他的下一代 成为太平紳士的时候 就说这件事不太好 家里有他一个是周申士 还不够吗 还要多来几个 这个已经见到周秀臣的风趣幽默 和毫不忌諱地开玩笑这个性格了 同时这个举动令到本身以为无关一身轻的周秀臣以为可以在香港平平淡淡地生活下去 暴入晚期的时候 结果他要再次进入官场了 真正令到周秀臣学立鸡群 得到港英政府信任 丰为爵士 并且获任进入港府的权力核心 其实是1925年的省工大罢工 有关大罢工的内容 我们稳压再说 鉴于幼年留学海外年轻时候 动荡的局势中先受到挫折 再富耀即赏 自己的月历 官场上的历练 令周秀臣不单有处事的胸襟和谋略 在处理省工大罢工期间 更加突出了他怎样去运用自己的能力 经验和学识 以及他自己的人仔网络 在当中穿针人箭 成功为港英政府挖船 很快还结束罢工运动 罢工期间 周秀臣曾经与华文政务司 蔡德文回见身在香港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宣科 国民政府、外交部、五庭书等人 希望他们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压制工人的路火和平息风潮 触见周秀臣在港英政府、中国 甚至乎国民党人士里面 可以展现到他的政治手腕 以及他超出的人制技巧 港英政府希望拉拢 像周秀臣等等这类的 背景人士协助处理风波 而周秀臣是时任中华总商会主席 他希望可以早日结束罢工 恢复两地贸易国内 在罢工风潮越来越大之际 英国殖民地部 调走了作风强硬的 市任港督司徒败 委任了对华人社会 和文化有深入形式的金文泰 接任港督一职 改任后 政府一改初期强硬的立场 另外又透过一众华人精英传话 像周秀臣那样 事情去到1926年10月初 蔣介石纳二千刀流经后 罢工行动才可以叫做完结 周秀臣自1926年 刷封为着事后 风头一事无两 就当时社会来说 除非一个人表现意上出众 声誉极好 否则英国皇室 绝对不会刷封 纯华人血统的香港人为着事 港督金文泰 更向英国殖民地部建议 提名周秀臣成为首位 华人议政厅议员 建议虽然经过很多次的审批 但最终周秀臣仍然能够 华委任成为议政局成员之一 后来包括周秀臣被委任一事 新界建立乡议局 香港大学增设中文系等等的政策 港英政府都希望改善过往歧视华人 和忽视华人社会 以及文化的恶杂 作为最早期的留学生 周秀臣特别重视文化和教育 他除了在意自己后代的教育之外 都尽力推动本地教育 早在1921年 周秀臣已获时任港督司徒拔 委任成为香港大学校董会成员 既要向社会各界筹务经费 又要为大学的长远发展和管理提出意见 在成为校董局的成员一年后 他被委任成为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兼任上述委员会和名语学委委员会的成员 这些行动都显示出大学非常看重周秀臣 早年留学美国的经验和才能 并且因而将很多重要的工作 交付给周秀臣 金文泰期望周秀臣能够发挥个人的才能 兼任大学校董会成员 定例局两局的议员代表 用来牵头创建中文书院 对于这个使命周秀臣都当人不让 以一身长生麻垮博母筹下的打扮 去鼓吹中国文化提升中文地位 同时和不同的社会领袖和学者接触 探讨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 在周秀臣退任港大校董会成员的时候 港大校董会委任周秀臣为终身成员 用来表达对他的感谢和感谢他的贡献 除了港大之外 周秀臣还连同其他著名的华商 出前出力地创立了 香港仔工业学校的前身 即是香港仔儿童工艺院 这个学院是希望令到那些失学的儿童 能够学得一技之长 另外周秀臣还先后出任了 聖保罗书院寿山中小学 香港童均总会 南华体育会 香港业余田径总会 和中星慈善社等组织的民喻主席 顾问或会董等职位 这都显示出周秀臣对不同层面的教育 都极为之重视 作为华人代表 周秀臣一直都自力维护华人的利益 文化和传统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香港社会曾经牵起了废除奴皮制度的运动 而周秀臣就在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香港去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才废除一夫多妻制 而梅仔或畜皮 这些极度误人道 尤其是女性制度 更加去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才真正被消除 早在1879年 牵尼斯出任港督期间 政府认为畜皮制度非常误人道 但当时社会上的反对力量 极为之激烈 最终无疾而终 去到1921年7月30日 一班社会言达 包括周秀臣在西环太平气院 召开了研究皮制问题的居民大会 会后分别出现了两个联会 分别是反对促皮会 和防范药皮会 而周秀臣就是后者的成员 根据周秀臣在1921年12月初的 防范药皮会中的发言 我们可以知道周秀臣并不贊同全面取替梅仔 原因是除了这个制度本身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之外 还因为当时社会上救助女童的制度 根本上完全不全线 他认为在相关的配套制度未完善之前 闯出地取消了促皮制度 不单止没有办法保护女童 反而会造成更多不良的效果 而在港府就这条例进行易读的时候 周秀臣因为作为华人代表要尊重并且转达社会政范方面的意见 他又认为在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未能配合之前 全面取替梅仔会出现很多问题 在1923年2月8日 跳舞进行易读的时候 周秀臣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用来抒发自己的意见 在这个发言里面总共有五个重点 第一 作为华人代表 周秀臣尊重并且转达社会政范两面的意见 第二 结合各方面的意见 周秀臣认为在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未能配合之前 全面取替匹制将会产生很多负面的问题 要求有关团体和政府去关注 第三 倡议提高罚责 惩罚那些虐待匹女的人 第四 伸述利益 表明自己没有束匹 暗示自己和其他防范药匹会的成员不同 第五 同意政府的看法支持反束匹条例 这就是为废除束匹条例投下了重要赞成票 到1923年2月15日 经过年多时间的讨论和审议之后 丁丽谷在无议员反对之下获得三毒通过 以1923年家庭女役条例 然而这条条例中间还有很多灰色地带 例如 匹女不行 这样养女呢? 所以结果到1938年6月 罗夫国在资讯了周素晨之后 就颁布了1938年家庭女役条例 严格禁止买卖女仔 促养匹女 虽然周素晨因为之前的立场比较报仇而为人咎病 但他在重要的关头都站出来 在社会整体利益角度出发 支持反对畜屁 抗战爆发之前 周素晨获得蒋介石委任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广州行刑的顾问 希望借助他早年在牛庄兵被监督的军事经验 来提升国民党作战势力 可惜的是日军先后攻占了香港以北的土地 而导致大批市民逃到香港 在战火分飞时 然后东华三边特别派出救护车 去到仇臣山道 将周素晨和他的子孙 接载到中华东亚银行的总部地庫 但抗战时间不是持续了很久 在1941年12月25日 傍晚6点半左右 时任港督杨慕奇正式在九龙半岛酒店 签订投降书 香港正式沦陷 日本宪军之后 很快将一些华人社团领袖 带到酒店问话 起初大部分精英都不愿意服从日本宪军 直到一众港英政府官员去探望 罗玉桑和周秀臣的时候 时任华文政务司 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及其同伴 能够尽可能地和日本人合作 以减轻香港人所受到的痛苦 这个信息发出后 先消除了很多华人领袖的疑慮 令他们愿意和日本军政府沟通 由于日军打着的旗号是 拘除洋人解放香港 共建大东亚共云圈 所以实际上政府的层面 也没有将华人视为敌国公民 同时采用了以华制华的政策 希望招安华人领袖贵父 1942年1月12日 香港华商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决定和日本人合作 同时以罗玉桑和周秀臣为主要的牵头领袖 在日军指示下 组织了香港线后处理委员会 以解决过渡时期的量子 货币、治安、交通、贵向、救济 以及医疗卫生等问题 周秀臣亦由于日军招安的主要目的 于是成为了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 然而周秀臣坚称自己已经连迈弃弱 疾病前身再加记忆力衰退 自称很有可能随时会离开人世 所以才不需要担任主席 而改任为副主席一职 虽然这次可以远距日军邀请 但在军政时期结束后 机局廉计解散了 上面提及委员会 而成立了两华会 即是香港华民代表会 以及香港华民各界协会 成为了日占政府后中的 华人最高资讯机构 而后者的主席 亦都得定需要周秀臣担任 基于周秀臣的多番推辞 机局廉介唯一可以让步的 就是体谅他年事已高 不需要像其他华人代表那样 参与日常会议和工作 两华会 美其名是华人和政府沟通的桥梁 实际上只是为日军的侵华 淘滋没份 在日战期间 两华会的军干成员 包括周秀臣 在日战政府首肯下 在1942年9月1日 成立了华民慈善总会 用来统筹和分布战事资源 被因为战乱和资源贵乏 仍然需要为社会上的老弱相残 贫富作出协助和救援工作 而这个民间组织也发挥到 华人之间守望相组的精神 令到社会上的基层人士得到照顾 去到战争后期 由于日本即将战败 两式和一体的饮用品都已经不够用了 华民慈善总会更加发挥到他的作用 令到不少在死亡线上 挣扎的市民获得适当的救助 经过日渐时期的牢碌和身不由己之后 周秀臣决定减少所有应酬活动 将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重寿居里养养天年 去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时期 都继续支持着香港保护儿童会 香港仔儿童工艺院 和寿山中小学 为失学儿童处理再学计划 由于周秀臣和河东一样 去到年事鼓起依然积极推动社会教育和公益 传媒和社会人士都会将他们两个 尊称为香港大佬 自从河东在1956年去世后 周秀臣出席了他的丧礼后 周秀臣就减少了很多交债应酬 连政府的宴会很多时都一一远距 去到1958年的农历新年之后 周秀臣的身体开始转叉 并且在1959年1月23日晚上10点50分 与世长辞 我们可以在1959年1月28号的 《公商日报》里找到商业的报导 在香港出生的80人岁 周秀臣着士是星期五息怒归之 与世长辞 周着士一生都功名事业 遇遣中爱 尤其是福禄仇存 连日各方好友都寄来贫调 有如雪花纷飞 包括了蔣总统 前港督郭梁雄爵士 及各国外交行政官员等等 周秀臣的丧礼可以说得上极具哀荣的 出殯当日 场面虚陷 人头湧湧 运输全容警务处 需要事前在寿辰道一带 做出商业的交通安排 当日出席的人包括了 侍养港督、柏立基一家 英军和海军总司令 负政司、华文正牧师、马会主席 和记主席、奇哲尊 惠德峰主席、马登等等 华人代表有颜承坤、何细离、邓绍坚、李敏俊等等 周秀臣生前担任的要职慈善机构 和商业组织也有派人到场 根据各媒体报道 当日到场致祭的人数多达2000人 最终周秀臣的灵灸是香港仔华人永远奔祥安葬 今集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LIKE 留言支持 或者留言编程我们都可以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